大家好,我是橘子 欢迎收看本期创意黑歌 喜欢的小伙伴给关注我们 有利于身心的放松 但无论什么时候 猫咪都会掉毛 而猫咪咖啡馆的卖点就是 人猫互动 那么多的猫 散落的猫毛也不是小树木 在一堆猫毛的包围中用餐 很难保证顾客们的用餐缓进卫生 虽然猫咪咖啡馆中的猫都比较随和 但是猫咪毕竟是减低性比较高的动物 如果遇到没有养猫经验的人 比猫互动的方法不对 就会有疏伤的风险发生 而且作为服务行业来说 环境的温度 虽然是以人类的温度来传绿 这个温度对于猫咪来说相对偏低 比较容易患上呼吸吸孔疾病 如果猫咪生病 那么对猫咪和顾客的健康 都是一种威胁 小伙伴们觉得呢 欢迎在评论区留言 好了 本期节目就到这里 该视频素材来自于网络 由创意黑科剪辑制作 喜欢的小伙伴们记得点赞关注哟 我们下期再见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